觀眾朋友 請教授來教育館 每位高和時教育館 教育館文化會館開館9年的紀念日 教育館中央特別補助教育館的教育館文化協會 來勝多辦理到全國教育館的大會師觀摩華東 教育館等佩林也現場了一段精彩的開口師表演 精彩的演出在這裏努力的中心 三隻教育館 當中有兩師表演 不然電機的也拼起色 主要各條競爭現場的更爽位 和中民眾中心不斷 特別是割到客師展威 家風情好的人塞駕 不然別人是在地的管理官丹佩林 因為我小孩 我們學到這個塞頭 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這個客家師 與其別的師頭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單手操作 不然最近還會發出基調的聲音 還可以學到很多 我們不同的塞頭的用意 這種塞頭是在過去老祖先傳承到 非常非常有特色 未來也希望就由我們的學校 和社區來做結合 來傳承我們的最大的競爭文化 總共十堆的客家師 都來到嘉義中部會書 進行到客家師觀摩活動 國內長官 李維丹佩林文堂很多電工人士 都來向客家朋友提議 競爭掉 跟我們客家人數不算多 但關護一樣很重心 投入跟客委會一起投入 將近五千萬的經費 建設成為一個嘉義 第一個客家文化會館 今天成立一週年 那我們今年也一共有152萬去辦理 各種客家的文化活動 包括今天的全國客家師大會串 還有那個花布 花花布的藝術 跟南山的染疹藝術 還有客家美食 客家歌謠 還有客家的這個文化語言 這些志工導覽志工的訓練 都做一百五十多萬 所以我相信過期在嘉義館 在全國裡面 我們的客家人是一個隱形的文化人口 現在我們慢慢要來推動它 讓它的客家文化 美好的文化可以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管理官等佩倫共調 客家師檢舉到基督運動 藝術和新人高等的特質 正有保存和發共的意義 而且民視和客家師 也是有立宿的營業 當時既搬載客家文化會館 辦活動可以帶動到 中部頂來地區 正有兵的發展 這一個客家師的這一個 過去是因為北方沒有警察局 所以我們又自己成立保護家園的一個 一個團隊用客家師很凶狠的臉 來嚇退敵人 因為我們這是阿里山的入口處 也是我們澳大堡 西拉雅國家公園的路口處 很多我們的觀光點 都由於我們客家會館來帶動 新臨的工具館客家文化協會理事長林英川表示 文化會館7月期中 六少開辦到客家文化的件事項 包括到五花部機械 客家師做行創作 客家為官僚部得定客廷 歡迎將到客家文化會館的網站來查詢 這次我們哭教宏 中部兄 蔡宏佛德